1996-97赛季,那是96黄金一代的新秀赛季,杀于西游的第一个赛季,乔丹的第五个冠军赛季,属于强者的比赛一般,都会被人铭记, 比如那一年的爵士也拿下了队史最佳战绩,然后卡尔玛龙抢走了本该属于乔丹的MVP,可惜被乔丹在总决赛上完美复仇,这些都是属于强者的故事,无论爵士还是公牛都拥有一个难忘的赛季,不过对于那些处于分区尾巴的球队来说就不好过了,一直在输球,主场坐不满球迷,没有掌声,赛季也早早结束, 唯一的好消息就是虽然打得不好,但是可以拥有第二年的乐透签,毕竟一个好的新秀有可能直接改变球队未来,1997年,就是如此,从上帝视角来看,我们都知道那一年的状元是邓肯, 但是那一年是特殊的,即使不开上帝视角,只要是正常的球队在抽重状远签之后都会选择邓肯,来自雷克森林读满四年大学的邓肯外号是Fabic Fundamental, 指一位大基本功,国内一般叫他是佛,无论是哪一个外号都能看出来,邓肯的优势就在于稳定,按照球探的话说,邓肯是1997年选秀中最好的球员, 他注定要成为今年的状元秀,不仅仅如此,来自NBA官方的球探报告里具体是这么评价他的,我们不需要去叫他做什么了,他是一个完成品,是我见过最好的新秀,一定会成为联盟超级巨星,甚至是历史级别的统治级球星, 这种评价可不是每一年都能见到的,而且不同于1996年的黄金选秀,在邓肯身后的那些人和邓肯都有很大的差距,现在来看,防脸范霍恩,探花比鲁普斯,第四,第五顺位的安东尼·丹尼尔斯和托尼巴蒂,四个人生涯加起来,一共换了25支球队,只有比鲁普斯稍微打出水准,但是在生涯的早期, 比鲁普斯也是个知名的流浪汉,他的生涯前五年一共换了5个球队,所以,一场为了邓肯的白烂大赛就这么开始了, 开尔特人在赛季开始前就决定好了白烂,他们在前一年选中了安托万沃克,然而沃克并不是一个足够优秀的舰队核心, 而且,原本邓肯是决定1996年参加选秀的,但是因为母亲的医院和教练的劝说最终决定读完大赛,这也让绿军在1996年错过了一次邓肯, 因此,1997年,面对大四期间展现出绝对统治力的邓肯,连红衣主教奥尔巴赫,都彻底拉下了脸, 凯尔特人白烂到什么地步呢?那一年波士顿人居然只拿到了15场胜利, 你甚至可以说,这是历史悠久且光辉的绿军队时最不光彩的一次,然而一切都是为了得到邓肯,连波士顿的球迷们都心知肚明, 他们甚至会在凯尔特人输球之后欢呼,不过即使如此,凯尔特人还是只排在倒数第二, 他们拥有获得状元签的战率是第二多,排在倒数第一的是温哥华灰熊, 他们只有14场胜利,与其说灰熊是在白烂,不如说灰熊实力就是如此, 这是温哥华灰熊成立的第二个赛季,第一个赛季里他们只能通过扩张选秀, 从其他球队重选走别人不要的球员,然后磨合不好的灰熊只拿下了15胜, 到了第二年,球队来了1996年的炭花拉西姆,阵容又变化了一番, 再一次磨合又花了点时间,倒数第一也就没有那么奇怪了,加入白烂的还有76人, 76人事实上相当幸运了,他们在1995年抽到炭花签,然后选中了杰里斯塔克豪斯, 又在1996年拿到了状元签,并且选中了爱福森, 但是这两个人却在1996到97赛季发生了内讧,战绩比前两年毫无好转, 再加上他们也想要得到一个内线搭档爱福森,因此在赛季末也开始了白烂, 那个赛季的最后11场比赛,76人只赢下了一场,最终只拿下22场胜利, 绝今的战绩也相当烂,他们只有21场胜利, 不过这和他们的阵容差有一定关系,拉芳索爱丽丝和迈克戴斯的组合, 显然无法带领他们前进,而且这一年还不是最差的,1997到98在季, 他们只拿到了11场胜利,一举追平了NBA历史第二差记录, 最后要说的必然是马次,他们也是最终得到邓肯的球队, 但是呢,马次在那一年的白烂其实相当意外, 因为在1996到97赛季之前,马次已经连续7年进了季后赛, 1995年马次在海军上将,大魏罗宾逊和埃利奥特的带领下创造了历史最佳的62胜, 1996年也以59胜牌在西部第二,然而1996到97赛季, 马次对中两个核心却突发伤病,大魏罗宾逊只打了6场比赛, 埃利奥特也只打了39场,他们以3胜15赴开局,之后抱伯西尔下克, 波波为奇接任,索性就将烂摆到了底,整个赛季只有20场胜利, 最终的选秀大会上,绝今抽到了第五顺位, 灰熊则是第四,炭花千回凯尔特人所有,76人则是榜眼, 马次最为幸运,他们也毫不犹豫选中了邓肯,这一次选秀直接影响了之后, 20年的格局,也是马次王朝的开端,值得一提的是, 凯尔特人对邓肯非常着迷,红衣主教奥尔巴赫深知邓肯会是凯尔特人复兴的希望, 他在选秀结束后就向马次提出了交易请求,愿意拿安托万沃克, 比如普斯和第六顺位选中的罗恩莫瑟来,跟马次交换邓肯, 然而马次也不是傻子,他们一口回居了这笔交易, 没有得到邓肯,也直接导致了奥尔巴赫的退出, 现在回过头来看,1997年无论是哪个球队最终得到邓肯都有可能直接崛起, 而马次得到他也许是最好的结果,在邓肯退役之时几乎没有人怀疑他的地位, 五座总冠军,三次FMVP两次MVP,十五次全明星,十次一阵, 八次一房以及无数的经典时刻,历史最伟大的大前锋,毫无悬念。 当时有一个继续的地位,其他参加最维有关联合的兔子, 如果这么多, azt要不要离开, 并就是王茜茜茜茜茜茜茜。 relationship is a王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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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好你有没有任何更多, 如果特别有任何有关联合的兔子,